雍正帝身体一向很好 办起公务来 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一点都看不出病容 猝死前一日 雍正帝曾经说身体感觉不大舒服 张廷玉等朝臣就恭请皇上注意龙体 雍正摆摆手 继续埋头处理奏折 没有下文 大臣们也就不把这当回事了 又过一天 雍正就这么突然死了 没有一点征兆 无疑是猝死的 那雍正为什么会猝死呢 他是怎么死的呢 这里是使约馆 订阅我 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吕四娘杀了雍正的传言 据说吕四娘杀了雍正后 还割去了他的头 所以清晰陵太陵中的雍正尸体没有头 大臣们做了一个金头鞍上 才让雍正有个全身 新中国建立后 考古部门曾对太陵进行挖掘 但没有深入灵鹫看到雍正尸体 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 要从湖南一个叫曾经的书生说起 曾经科举不顺 就不安分了 产生了反清复明的念头 派遣学生张希 投书川山总督岳中旗 妄想策动他一起造反 为什么选择岳中旗呢 因为岳中旗是岳飞的后代 曾经以为岳中旗会反清复明 他也不想 过去五百多年了 岳中旗 哪还会和祖宗保持相同的信仰啊 结果 岳中国连人带信上交朝廷 曾经案就此发生 曾经共称 给自己带来极大思想 启发的是吕刘良的作品 吕刘良是明末清初的儒生 终生不适 隐居着写反清复明的作品 于是 一个谋反案 牵出了巨大的文字案 吕刘良反书案 曾经 张希等人 没有因为拉越中旗造反被杀 而吕刘良案的相关人等 却被株连九族 人头落地 已死的吕刘良和长子 被开关录尸 吕刘良家人 被流放到宁谷塔 给披甲人为奴 儿子吕宝中被斩 刊印 收藏吕刘良著作的所有人 都分别被判以斩监猴 流放 杖则等刑 清廷的网撒得很大 可传说吕刘良的孙女吕四娘 因在外地 侥幸逃生了 吕四娘一心报仇 又遇到了武功高手 结果学得是八般武艺 且样样精通 飞檐走壁不在话下 长大成年后 吕四娘潜入北京城 寻找机会刺杀雍正皇帝 他曾夜探秦清宫 也曾多次进入圆明园 雍正十三年八月某晚 吕四娘得知雍正在圆明园 混入圆明园 砍下雍正的脑袋 拿去祭奠家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 雍正贪恋女色 吕四娘当晚冒充嫔妃 轻易将雍正杀死了 不过 雍正为吕四娘所杀的说法 有许多明显的疑点 首先 吕四娘不可能逃出 蜻蜓追杀的天罗帝王 当时负责此事的浙江总督李位 是雍正的亲信 以擅长积道和果断干练著称 加上他曾给吕家提过贬 所以办理起来特别上心认真 吕家的其他人都抓到了 李位断不会犯下 让吕四娘这个重犯逃脱的错误 其次 飞檐走壁是传说 谁看到过 有人在故宫宫殿和高墙上 飞跃自如了 雍正身边的那些侍卫 也不是吃素的 想来不会输给吕四娘这个小丫头 一个弱女子 在重重宫围中取皇帝首级如探囊取物 更像是民间传说情节 而非历史事实 第三 就是雍正帝无头的情节 缺乏证据 死于丹药中毒说 清末就有人提出 失踪之崩 相传修炼而丹所至 火出有因 张廷玉在当天笔记中记载 雍正宾天时七孔流血 他惊骇欲绝 七孔流血是中毒的典型反应 那雍正中的是什么毒呢 雍正年轻时 极耗佛重道 终生求贤仿道 追求永生 他养大量道士 于公院内以修炼丹药 长期服用道士锁炼丹药 这些丹药经高温稍短而成 毒性很大 雍正吃药成瘾 尤其是十三弟印象死后 心情低落 还加大剂量 中至中毒 有两个细节 可以作为丹药中毒说的佐证 雍正猝死十三天前 元明元二所用牛舌头 黑千二百斤 黑千有毒 过量服食 可使人致死 当时普遍用于炼丹 这么大批量的黑千 最后去了哪里呢 第二 雍正死后 乾隆还未正式登基 就紧急传誉 驱逐宫中道士 并下指宫中的太监 宫女 不许妄行传说国事 乾隆给出的理由是 孔皇太后文之心烦 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同时 雍正还贪恋女色 晚年也曾服药 这可能也是导致 他猝死的原因之一 再者工作强度加大 的确很可能让他猝死 客观地说 雍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最勤政的皇帝 他在位不到十三年 批阅奏折十九万两千多件 平均每天四十件 每个奏折 雍正都亲书批语一件 累计超过千万字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雍正只在生日那天休息一天 平时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 体力精力严重透支 这样的工作强度加上服用丹药 的确构成了一个五十八岁的人 猝死的可信解释 至此 雍正猝死案 看似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晚年贪恋女色也好 沉溺丹药也好 这些都不是导致一个人猝死的必然原因 雍正只死的主因是 工作强度过大 导致身体和精神严重透支 长期得不到休息 他的工作强度为什么会那么大呢 工作强度过大 雍正一生办了许多事情 他克服各种阻力 整顿励志 设立军机处 贪丁入母 改土归流 该办的不该办的都办了 雍正设立了奏折制度 所有的奏折都要亲力亲为 每天都处理很多的奏折 这些政策方针 每一项都得逆水而动 政策推行难度极大 雍正处理起政务来 态度决断 雷厉风情 加上他性格严酷 猜忌多疑 刻薄管恩 得罪的人难以计数 后世流传许多雍正的黑暗形象 比如杀凶害子 纵容杀手 动用血滴子等等 事后还将杀手斩草除根 整个一暴君形象 虽然有所夸张 多少反映了雍正 为了贯彻落实政策 采取了一些残暴 甚至极端的手段 所以雍正长期心神不宁 精神涣散 惧怕报应 这才是他猝死的根本原因 服药只是引发了他最终的猝死 其实 跳出雍正之死的简单案例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之死 必须承认 皇帝是高危人群 多数皇帝不是死因成谜 就是他的死亡 给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变故 衍生出新的谜团来 一些短命王朝 比如秦朝 隋朝 南两 北辽 所有皇帝都是死于非命 比如北魏末期孝庄帝袁紫幽 杰敏帝袁公 安定王元朗 全部他杀 金朝的完颜值完颜亮完颜成敏被杀 完颜首续字役而死 秦始皇死在初旬的路上 引发了沙丘兵变 秦二世胡亥和秦王子英都被逼自杀 隋朝的隋文帝死得不明不白 儿子杨广嫌疑最大 杨广当了隋阳帝后 是被禁军勒死的 其他死得比较蹊跷的皇帝 还有东晋孝武帝司马耀 被宫女用被子闷死 他的儿子司马德宗被人勒死 另一个儿子司马德文被人勒死 梁武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活活饿死 唐靖宗李战 唐文宗李昂被宦官杀死 宋太祖赵光印死在卑躬蛇影的遗团中 明朝的崇祯皇帝也许是死得最壮烈的 他上吊自杀殉国 死于毒药 丹药的皇帝也有长长的名单 其中被人毒死的有 汉平帝刘看 汉制帝刘转 晋惠帝司马中 晋怀帝司马赤 北魏县文帝拓跋宏 北魏元修 东魏元善建 西魏元亲 北周的宇文玉 唐哀帝 元明宗等 死于丹药中毒的有 晋哀帝司马匹 唐太宗李世民 唐牧宗李恒 唐武宗李延 唐宣宗李晨 明氏宗诸侯聪等 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皇帝的生死理应轰轰烈烈 不然就辜负脚下的江山和手中的权力 如果一个皇帝生时默默无闻 死得也一干二净 那反而是值得反思的 有趣的是 生前执政最刚强 政绩最显著的君主 往往是身后事最说不清楚的皇帝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 和宋太祖赵匡印 更包括汉武帝 隋扬帝 比如清朝有康熙 雍正 乾隆等人 这也许可以透露皇帝之死 为何是非多的一些内幕了 雍正是清王朝最勤奋的皇帝 一生兢兢业业 工作强度过大 废寝旺食 长期睡眠不足 导致身体和精神严重透支 雍正王朝 剧情拥有一段桥段 就是雍正和李渭吃饭那一幕 当时李渭给雍正 盛一碗满满的米饭 雍正把一半剥给李渭 雍正自己说他的胃口大不如前了 这也间接说明了 雍正常年的废寝旺食 不仅缩小了胃 还拖垮了身体 这应该也是导致 他猝死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某个视频里面 我们在某个视频里面 还购壊过了 我可以在某个视频里面 像风一样的